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 驱魔师十路的第一章 基督战胜罪恶和死亡 阿摩特神父曾经表示说 他对抗魔鬼的力量始终来自于耶稣基督 所以在我们来探讨魔鬼的做法和目的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基督的信仰 正如《创世纪》中记载的 天主创造的人原本是不死的 在伊甸乐园里 人只接到了一个禁令 就是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这个故事蕴含了深刻的神学含义 这在考验人是否顺服于天主 接受天主的权威 并承认他是造物主 而魔鬼为了让亚当和厄娃背离天主 所以他使了两个手段 而且他也会对我们耍这些手段 首先魔鬼诱使亚当和厄娃否认天主的禁令 因此蛇对厄娃说 你们绝不会死 而魔鬼也对我们施展同样的诱惑 他使我们怀疑罪 地狱和天堂的存在 以及永恒性 这是魔鬼对我们这个时代所使的诡计 目的就是让我们视安乐死和堕胎 为人类进步的标记 而魔鬼的第二个伎俩是 把邪恶伪装成美善 让人误以为是利益而非损失 蛇进一步对厄娃说 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 你们的眼就会开了 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 魔鬼也会使这些邪恶显得有趣 正向而美好 来影响我们的思考与判断 而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乐园时 就曾警告过他们说 哪一天你吃了必要死 而人类的祖先亚当和恶蛙 违反了禁令 所以承受了原罪 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原罪的后果就是死亡 和各种痛苦 耶稣降生成人 就是为我们承受原罪 所造成的这严重恶果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在白冷这个耶路撒冷城外 不远的无名小镇 救主耶稣基督因圣神降运 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了 人类的历史正因为增添了这一夜 给万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我们必须将这个婴儿 视为天主子 他降生人间 为拯救世人脱离罪恶 自私自利 死亡 以及魔鬼的权势 我们以信德的眼光来看 便能看见 躺在那简陋马槽里的那个婴孩 就是预言要来的那一位 以色列民 引颈期盼的墨西亚 他要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愈病人 安慰流离失所的人 并且驱除魔鬼 向我们清楚揭示 天父慈悲的面貌 然而 只谈耶稣的诞生 未能说明救恩的全貌 我们还需论及人子 在历史中的第二个重要时刻 也就是他的死亡与复活 我们每年复活节 纪念与庆祝的事件 因着耶稣的复活 不论他降生之前死去 或在他之后来到世上的人 所有的人灵都已祸祥永恒的救恩 基督的复活 敞开了天堂之门 但先决条件是 每个人要按自己的意愿 接受这个救恩 天主从未强迫人接受 可是他早已准备好 欢迎我们随时归向他 马古福音的开端 以四句话 概括主耶稣的整个使命 并且点出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 仔细推敲这四句经文 就能明白耶稣降生和复活的意义 首先 时期已满告诉我们 等待的时期已经结束 从耶稣降生那一刻起 他立即成为全人类历史的中心 而天主的国临近了 他的要旨是 由于人的罪而封闭起来的天堂 现在因着基督复活 转化的肉身又重新开放 他的正义与和平的亡国 确实已然来到 我们应当记得 旧约里认为死去的人 有一个特别的归处 就是因府 犹太人认为 因府是死后灵魂的共同归处 他们把因府想象成 幽暗因森的地方 人死后继续在这里苟延残传 然而 这无法将人 从违背 即受造物所造成的恶果中 释放出来 这个恶果 杜绝了人与天主的圆满共荣 但是 因着基督的降生 与肉身的复活 岂是夜已完成 天堂之门立刻开启了 复活的基督 散发着万丈光芒 大步跨入所有等待救赎者的安息之地 而你们悔改 则是透露 为享受永远的征服 我们必须全面彻底地改变思维方式 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蒙招不断地洗心革面 因地有我们一切所需 福音总结了耶稣对门徒的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圣必傲神父 在他的墙上贴了一句谨语说 人性的伟大 在于常为同伴们感到悲伤 耶稣虽然是天主 却于尊降贵成为人 并死于十字架上 受人唾弃 基督的死 使我们更透彻地看待自己的死亡 天主之子 为了全然承受人类的处境 甘愿降生为人 接受了生命终结的死亡 以及只有人才会感受到的种种限度 如饥饿 口渴 疲累 和痛苦的感觉 但为了救赎我们 耶稣接受死亡的这个恶果 并以复活战胜了死亡 为此 圣保禄中途呼号说 死亡 你的胜利在哪里 死亡 你的刺在哪里 耶稣战胜了死亡 天主要逝去我们眼上的一切泪痕 这永恒的救恩 有着无比的慰藉 当然也汇集那些被恶魔折磨的人 对我们周遭痛苦不堪的兄弟姐妹而言 这真是个好消息 现在让我们仔细回想 反复咀嚼主耶稣的受难 死亡和复活的奥基 基督复活的奥基 为我们赢得了三大胜利 战胜亚当和厄娃犯的原罪后 所背负的三项罪罚 第一个罪罚是 死亡 第二个是关于人会腐朽的肉体 第三个罪罚则是 以关闭乐园大门作为象征 最重要的是 耶稣战胜了死亡 因此在我们合眼持世之际 我们的肉身不会进入幽暗的阴府 而是必定会复活 耶稣在十字架上 向悔改的诱导应许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 借此 他再明确不过底指出 天主的计划 同时也告诉我们 绝对不要害怕死亡 因着死亡 我们迈向那等待且 即将赐给我们的平安 和谐与爱的永恒生命 再来就是战胜的第二个罪罚 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 灵魂离开了肉身 人就无法存活 但是在末日 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 肉身和灵魂必定会重新结合 伟大的神学家 圣多玛斯也肯定地说过 我们在信仰中 要相信灵魂与身体是合而为一的 即使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无法想象 他们是分离的 此时可以想象 圣人 他们已在天堂安享福乐 但他们的肉身 还没有跟灵魂结合 因为这要到末日 才会发生 但我们肯定 他们的灵魂 已经活在征服之中 当他们的身体 与灵魂再度结合时 将会达到无比幸福的境界 当我们因天主的人词 进入天堂时 我们的情况也会是如此 唯有在时期已满 灵魂与身体重新结合的时候 生命才会达到真正的圆满 简单来说 天上的圣人 现在非常幸福快乐 虽然只有灵魂 但却已经心满意足 反观那些在地狱里的灵魂 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壤之别 最后 关于第三个罪法 我们可以确信 耶稣 耶稣以祂的复活 为我们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纳善曾经因为原罪 而关闭封锁的门 这是关于复活节的基本道理 我们可以怀着信仰 而兴高采烈地说 我们生命的宗像是与圣母玛利亚 天上诸圣 以及至圣圣三 同享光荣和永恒的喜乐 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来谈 人类受苦的意义 以及天主爱我们的记号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愿主祝福大家平安喜乐